C罗终于打开了自己的一甲的禁球账户,而且完成了个人联赛的第400个禁球,尤文图斯凭借他的两个禁球拿下本赛季前三场气势如红的萨索罗,当然可喜可贺,C罗攻入自己联赛第400个禁球,但本场C罗的顺利 开合,却开始与阿莱格里的防守,没错,是防守,本场阿莱格里再次变化了阵型,他在根据不同的对手试验不同的搭配来释放C罗的最大攻击力,连赛第一场他用了4231,第二场开始就改了433,然后这一场他又用了4312,萨索罗这样的一甲中游球队,在面对强队的时候显著的特点是强硬, 倒不是说萨索罗防守水平有多高,只是在面对强队的时候他们往往防的相当硬,节奏也会推得相当快,况且萨索罗稳赛季前磨合相当不错,进入状态也很早,前三场已经打入八球取得三连胜,迪巴拉和曼朱几起本赛季第一次连妹首发,面对这样的硬骨头, 刚好皮亚尼奇在国家队比赛日里有些轻伤,阿莱格里索性是演性的中场搭配,他让马图伊迪、埃莫雷詹和迪拉连妹出现在三后腰的位置上,这个组合提升了中场的硬度,扎紧中场防线,同时又具备需要的时候极强的跨速前查网板能力,简而言之,这是一个机动化部队的三后腰, 而前场,三个人还是三个人,但一个最大的变化,是迪巴拉和曼朱几起本赛季首次连妹首发,这是阿莱格里巴,全队最好的两名攻击手迪巴拉和Z罗帽在一起,企图开发他们最大的攻击火力的一个尝试,终于在一甲见到这个熟悉的身姿,迪巴拉鲜明的前腰和影子前锋属性,让他身前必然要有一个中锋, 而连在第一轮C罗出任中锋的时候被深拿球和与对方中尉纠缠消耗了太多的体力,效果显得极差,从第二轮开始,迈住季奇得到首发,由于尤文图斯两名边后卫助攻幅度相当大,于是阿莱格里在前场选择了更习惯内熟的贝尔纳戴斯基,C罗偏到左路,从边路压进中路来进行攻击,这是他在皇马贯长踢的位置, 但这样中路空间被挤压,迪巴拉没有了位置,第一个进球有些运气成本的今天,面对萨索罗,阿莱格里终于又寄出一个新的尝试, 他让迪巴拉发挥特长出任前腰,神前放上曼朱季奇和C罗的双前锋,新一点变多,有中锋的掩护,C罗缩后半步,比左边封位置更靠近球门,又不需要卫生拿球, 最大限度开发他的攻击火力,但这样一来前场的覆盖能力会减弱,不要紧,后面陪备了三个后腰呢, 于是由文图斯用比萨索罗更强硬的防守,和更快速的反击击败萨索罗,第一个锦球得益于对方后卫莫名其妙的宋大礼, 第二个锦球则是典型的高速反击一击致命,致命反击一刀流,流移到锦球之前, 萨索罗的阵型已经打开,力球加强攻击火力能够追平一球的落后, 而阿莱格里格在,此把阵型变化成433,用到格拉斯克斯塔换下了中锋慢住季奇, 把锦罗推到最前端,用科斯塔的速度来打萨索罗的反击,场面更加开放对于由文图斯打反击,和锦罗再取得进球相当有力, 于是第二个锦球到来了,科斯塔边路接球,顺点后插上的埃姆雷粘,快速通过中场找到高速接应的锦罗, 留意到接应埃姆雷粘插球的一瞬间,进攻预报相当强烈的凯塞洛, 也已经检查到禁区内,而远端还有换位的迪巴拉, 而身后,马图伊迪和赫比拉也已经上前保护, 反击一刀流锁定了胜局,只剩的意义超出了三分从开场针对对手的辩证, 到随着场上对手的变化而在辩证,又在锁定胜局之后继续锻炼和试验新人的表现, 本坦富尔得到上场机会,而夸德拉多也得一尝试新的位置, 解决萨索罗这样的球队不值得大输特输, 但这场胜利的意义在于,阿莱格里把手里的排完出了花, 前提是,他既拥有如此硬实厚度的阵容甲底, 又拥有僵持阶段能够一拳定音解决问题的超级巨星, 还能有保证变化,实现的各种剃图起高质量的球员, 当然,C罗取得的进球是本场最大的收获了, 本场的最大收获游文图斯还在磨合, 但今年的游文图斯更加可怕, 无他,阿莱格里已经逐渐向大师迈进, 而他的家底,太厚实了。